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简哥记,我是简哥,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相信大家都知道健康码,之前微信和植物宝也推出过 目前健康码已经基本面向全国,不过我也看了一下 结果我发现植物宝是这样的,由于湖北市封闭式管理,所以暂不发放健康码 不过最近国家中午服务平台就推出了防疫健康信息码 有了它,我们就能进入社区办公楼 那么这个码我们要如何获取呢? 首先我们可在微信搜索,国家中午服务平台 进入后我们要实名认证,然后填写相关的防疫信息 结交后我们就能领取这个健康码了 另外我们还可以进入微信的支付,城市服务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防疫健康码就可以了 操作方式和刚才的一样,不过这个目前还在试用阶段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得到认可 好了,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